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張慶軒重啟演唱會 昨晚來到第六場 謝霆鋒也有來看 而這晚的嘉賓 就請來一位 獻功好欣賞的音樂人 有才華又有雷和 說的就是J凡馮允謙 今晚的這位嘉賓 他已經不是新人了 但是他經常給我一種新人的感覺 因為他的謙虎 因為他的謙卑 而且他經常在面上 沒見到這個男孩子 都會掛著一個充滿陽光的笑容 我很感恩 我在人生當中有幾次 臨時臨急叫他來救我 無論是幫我監製也好 幫我錄音也好 幫我做很多幕後也好 他二話不說 馬上來我協查 今晚我很榮幸 開始請到這位好朋友 來做我的表演 天公家J凡即是聽角上的最高享受 不過他竟然說 跟J凡合唱 有件事令他很難接受 我想說 跟你唱歌 音樂上固然 我覺得你很懂紅色 很漂亮 是有點難過 但最難的地方 對於我這些 需要看提詞戲的 很困難 不如我們大家重溫一下 黃文謙的提詞 是怎樣 為何是越南語 我想問 這些是我的火星 其實沒有人懂得看 你可不可以讀一次給我聽 愛望女 也會 明白 她的夢 好 唱完歌 又到每晚最令人期待的嘉賓送禮環節 J凡準備了什麼帶禮獻給天公 因為那些票其實是沒有出來的 所以我就自己製造 我自己賣了這些票 出來 為何你這麼突然 大家不用買票 一起賣票就可以了 2022年的7月 對 2345號 以前這張票其實不是那張票 可以取個猜 和我們一起看 基本上每一天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四場 我發現年輕人都很喜歡送紙做的東西給長輩 還要7月 我算是你貴仔 你不懂這些東西 多謝 多謝J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希望你們來到 我一定會來了 多謝 Thank you 防疫措施於5月19日會進一步放寬 大會成功爭取到最後八場加開座位 各位澱粉 就要把握最後機會撲飛